近日加州全保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最新的关于拜登政府提出美国救援计划后 民众可在保险方面获得哪些新福利的细节 加州全保执行长Peter V. Lee在讲话中表示 根据最新的美国救援计划 大约300万的加州民众可以享受到不同程度的优惠 而对于全美来说 因为美国救援计划的实施 超过1300万的低收入民众将能够获得健康保险 Peter V. Lee还表示 尽管很多民众都将能通过本次的计划 获得保险金补助 但大部分加州民众对此并不知情 导致措施获得健保的机会 因此他鼓励民众积极使用加州全保平台 或与合作伙伴展开积极问讯 了解和利用属于自己的政策优惠 与此同时加州健保还于当天表示 将会从4月12日起至2021年底 开启一个全新的美国救援计划特殊健保申请期 民众可以在此期间获得相关的优惠健保计划 加州健保也将继续加强与各合作伙伴的互动 以确保每个加州民众都有机会充分了解 并获得他们满意的健康保险计划 冯航卫视林汉琴洛杉矶报道